世界的尽头 灾难的巅峰 战场上的勇士 耶稣快再来 你预备好了吗 预备预备卧室 欢迎欢迎 弟兄姐妹 大家好 还有观赏 安琪TV 所有的观众 大家好 我们会继续 准备到 最终的最终的 我们会继续 预备迎接 末世第二系列的信息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是形容 未来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词子 在圣经里面 突然之间这个字出现了七十一次 在预备迎接 末日的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会进到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 我们必须来到一个地步 真实的 顺服 完全顺服主的主权 透过耶稣基督的流血 这个救恩领导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 最多的善行 也不能够洗去 这个罪的污秽 耶稣基督对我们说 转向我 因为突然之间 事情就发生了 让我们翻到 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 And he said to them I surely I say to you that there are some standing here who will not taste death till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present with power Now after six days Jesus took Peter James and John and led them up on a high mountain apart by themselves and he was transfigured before them His clothes became shining exceedingly white like snow such as no launderer on earth had whitened them And Elijah appeared to them with Moses And they were talking with Jesus Then Peter answered and said to Jesus Rabbi It i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Let us make three tabernacles One for you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jah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For they were greatly afraid 马可福音 第九章一到六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临到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 能漂得那样白 忽然 有以利亚同摩西 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当时候来到 我们那些预备好的人 就好像那五个 聪明的同女的人 将会在山上 经历一样的 一个形象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五十二节说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五十五章 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在一撒时 眨眼之间 号筒 末次催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想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会突然之间发生 如果你预备好 迎接这个时刻 这个突然之间 会成为你最荣耀的 一个时刻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 这个突然之间 就会你一生之中 最悲哀的一天 让我们再看 马可福音第九章 我读第七和第八节 有一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 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同他们在那里 我要成为当中的一个 就是在被提当中 和基督同在 在天上和基督 一起享受婚宴 你必须要记得 这是直到永恒的 今天神给你一个机会 能够活出这个信仰来 突然之间 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翻到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三第四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三到第四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耶稣基督的第二次 再来是突然之间就发生的 那么当中会有 两个分别的事件也发生 首先是圣徒被提 第二 第二 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当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那么就发生了上百的历史事件 首先是祂的降生 祂的服事 祂的死和复活 这件事在三十三年里面发生 主的第二次再来 也有两个分开的事件 首先是被提 然后主从假云从天上降临 帮我们再看 帝撒罗女家前书第四章 十四到十八节 for if we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even so them also which sleep in Jesus will God bring with him for this we say unto you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we which are alive and remain unto the coming of the Lord shall not prevent them which are asleep for the Lord himself shall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hout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with the trumpet of God and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then we which are alive and remain shall be caught up together with them in the clouds to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so shall we ever be with the Lord wherefore comfort one another with these words 帝撒罗女家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八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身影和天使长的身影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被提的目的是使圣徒的身体能够起来 那些已经死了的圣徒 还有当时活在地上的圣徒 基督在天上驾云降临 他会超然地改变所有圣徒的身体 成为不朽坏的不死的 这个转变是一直到永远的 那么这个被提发生的时候 基督将会从天降临 他呼召所有信徒回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基督的启示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 and I saw heaven opened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 and he that sat upon him was called faithful and true and in righteousness he doth judge and make war his eyes were as a flame of fire and on his head were many crowns and he had a name written that no man knew but he himself and he was clothed with a vesture dipped in blood and his name is called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armies which were in heaven followed him upon white horses clothed in fine linen white and clean and out of his mouth goeth a sharp sword that with it he should smite the nations and he sha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and he treadeth the winepress of fierceness and wrath of almighty God and he had on his vesture and on his tie a name written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挟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列路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字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目的 是要打败撒旦的权势 然后使神的国进来 基督会和他的新父 就是他的圣徒一起回来 就是你和我 这个启示的发生 是在哈密基督顿大战 结束的时候发生的 他结束了这个大灾难的时期 在耶稣基督启示的末了 万王之王 带着他的众圣徒 将在地上掌权作王 一千年之久 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 那么世界将会经历 有七年的大灾难 突然之间 我们就进到这个大灾难里头 那个被提 实际什么时候开始呢 没有人知道 有些说是在大灾难的中间发生 就是在过了三年半之后 但是重要的是 你会突然间预备 不要忽略这一点 今天神要问你 要预备好 要预备好被提 要成为新父 和主有一个高阳的婚宴 要记得这是直到永恒的 你在地上所盼望 所努力的一切 和我们在天上的喜乐 真的是美法相比的 在天上会有新的律法 新的喜乐 新的经验 是没有人曾经经历过的 或者甚至经验的 这是主所带我们进入的情况 所以预备好被提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要一个决定 你就错过这个被提 让你的心保持纯洁 让你的思想保持纯洁 顺服神的话语 把你的意志顺服在神的底下 你需要这个吗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现在我们祈求你的恩典 扩展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可以明白 你的第二次的再来 以致我们可以预备好 我们自己 成为那五个聪明的同女之一 让这个奇事 在我们心中活现出来 让圣灵在我们心中 显明这个真理 天父我们这样祈求 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节目已经来到尾声 直到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要写信给我们 你可以注意 屏幕底下那个地址 让我们听到你经历过什么 神赐福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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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 居目向伤望 生在天上不分 周夜时时看顾你 随遇艰难 随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阿比较晚 是故乡笑 里是你 不会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正心依靠他力 比重新得力 每个道高声都吹听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重新走到处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 居目向伤望 神在天上不分 周夜时时看顾你 随遇艰难 随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故乡笑 里是你 不配反应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正心依靠他力 比重新得力 每个道高声都吹听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重新走到底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重新走到底 你要重新走到底 永远不要忘记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 居目向伤望 神在天上不分 周夜时时看顾你 随遇艰难 随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谁不想笑你 是你不被满意 是你不被满意 是你爱 那醉油就哭 仍在他抖命 他比较晚 谁不想笑你 是你不被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满满情终后逃离你 如影鸟山天际 神的孩子在主爱中的想叹息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山所爱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